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你看完全新的Suzuki S-Cross 內在以及外觀之後 你會發覺 它有很多創新的一些設計 對不對 對 其實在這台車開起來 我覺得也很特別 因為除了外觀設計 我覺得還滿獨特的 內裝在UI上面 我覺得做的也很有味道 當然這一次它也換上的是 全新1.4升的Booster Jet 缸內直噴的渦輪增壓引擎 是 它是渦輪引擎 在CUV來說用渦輪 是 很厲害的一個角色 滿好的選擇 而且它其實還配置的是 有48V的ISG 也就是說同時整合了啟動馬達 以發電機的系統喔 整合式的啟動馬達 當然你額外還可以提供 給你的動力的輸出 包括馬力提升了13P 然後扭力也有5公斤米 沒錯 所以像我們現在 在下坡的時候 它就會利用煞車來回衝 所謂的電能 所以我不需要做特別的什麼調教 然後就直接花型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有48V系統 導入到車子的上面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不習慣對不對 其實現在久了 你就會發覺48V真是好啊 是個好物 因為它低速的時候呢 這個扭力的輸出 可以輔助這個車輛 讓它車子開得更輕推 像這台車我們剛剛講 它是1.4升的Booster Jet 缸內直噴渦輪增壓引擎 129.2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23.9公斤米的扭力 那其實這個數字來說 已經是非常足夠實用的 但是就像冠儀剛剛講的 這一台IS機的整個 是啟動馬達發電機的 它有一些輔助的動力 對 其實它有輔助的動力 像我們剛剛在下坡的時候呢 它就有所謂的這個動能回收 而且還熄火了對不對 熄火火星 現在一起步 你有感受它起步的震動 那個引擎發動嗎 沒有啊 沒有 所以它有這個48V 它的優勢就出來了 是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動能回收上面呢 還是瞬間的這個加速 都可以給你 很不錯的一個這個動力反應 例如說我們現在轉彎對不對 轉彎過來的時候 我們想要加速一下 你看到沒有 它其實它動力輸出的速度 以及反應都相當的迅速 而且啊 像它一般我們都說會有Turbo Lag 它就是因為是48V輔助之後 你會覺得它會比較順暢 沒錯 尤其在小排系列上的 渦輪增壓引擎上面 那當然呢 提到的這個油耗的表現 如果這一部車子是這個 標準的二輪傳動車型的話 你知道這一顆1.4升的渦輪引擎 配上48V 它每公升汽油可以跑幾公里嗎 它一般CUV差不多14.15就很漂亮了 關於我告訴你 它每公升汽油可以開19.4公里 這個表現很優秀耶 嚇死人了對不對 而且它是因為呢 它是汽油的引擎喔 對 沒錯 所以其實以這樣子的這個 這麼大尺寸的一個這個CUV來說 非常的適合都會的使用 但是我們講到都會使用 現在人都要去什麼踏青啊 遠足郊遊 如果在飛鋪裝路面啊 產業道路啊 或者是我們去露營 有那種很小的水泥灣的時候 飛鋪裝路面怎麼辦呢 其實呢全新的Suzuki S-Crosser 還可以選擇四輪傳動版本 所以它有前驅也有四輪驅動的設定 像今天我們開的這台車 就是配有O-GRIP 適時的 智慧型四輪傳動系統的車型 也就是說它會自動分配 我們四個輪子所需要的動力 就是智慧型的分配啦 我們不需要去特別的操控 那當然啊 它一樣是傳承的 Suzuki四輪傳動的技術以及結晶 我們知道 Suzuki的這個 四輪傳動技術 是非常厲害的對不對 越野小霸王啊 常常說它的車子是這樣設定 是是是 當然啊 也因應了在這個都會區的使用 以及特殊路面的一個使用 所以這台車其實 它也有四種的一個這個行車模式 例如說冠儀我們看到排檔桿 後方這個旋鈕啊 現在中間呢 我是選擇的是AUTO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會自動的 智慧型的切換 我想要的模式 雖然很少下選 但是終有一天 我們兩個有機會開著 去河歡山賞雪 這時候我就要把這個旋鈕往左一轉 它就會顯示呢 是在於雪地的狀況 萬一往左轉啊 是雪地 那往右轉 就是SPORT 有沒有 你會看到前方這個螢幕 這個拍到SPORT這台車 它會有一個更好的油門的反饋 然後更好的一個這個動力輸出 透過電腦來去控制 在四輪傳動的分配上面 也會有所不同的啊 因為這一部車 還是以都會的取向設定為居多喔 不過既然是這個都會取向的設定 以及家庭房車使用的一個這個需求的話呢 安全 也要有非常好的一個安全性 對不對 冠儀你來開開看 好 埃達 是 我覺得這台車啊 它的開車的視野很好耶 沒錯 因為以女生的身形來說 滿適合開這樣的車子耶 就是CUV這種設定 是啊 所以CUV會受到市場上這麼大的一個歡迎程度 不是沒有道理啊 對 而且現在啊 這個S-Cross它基本上它有配備了 Suzuki的Safety Support 譬如說我長途的駕駛啊 對 然後會覺得疲勞啊 這台車它也會提醒你說 你駕駛者是不是開太長的時間了 欸是 是不是有一個 Web In Alarm的一個疲勞警示系統 它會說欸 啊 你是不是在那裡睡了喔 很棒耶 幫你叫醒啊 可是我覺得啊 女生開車最在意的是 要有360環境 按這個 這次 你按按看 按下去 是 你要的360度環境 哇 很棒耶 對不對 而且它畫質真的不錯喔 畫質真的不錯喔 那當然啊 就有很多觀眾朋友會有問題 對 那這樣子 Suzuki的這個新的S-Cross 又有前驅 又有這個四驅 我們到底該怎麼選 很難選耶 對 修理車真的一定要買四人驅動嗎 我覺得看你的用車需求 那我們回棚內也請Rick幫我們分析 好 看完剛剛的試駕 大家一定會有一個一些疑問 比如說剛好 現在目前Suzuki的All-New S-Cross 其實它推出兩種的車型 分別就是2WD跟All-Grip 四輪驅動的車型 但是它還是有價差的 因為它的比如說 它2WD是98萬 然後All-Grip是114萬 那價差16萬元 其實這對於消費者來講 他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喜歡S-Cross的車型 那我一定要四輪驅動嗎 或者是我一定要選擇 All-Grip的車型嗎 那其實這還是端看 消費者的使用的需求 那畢竟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S-Cross算是目前 Suzuki品牌旗下的一個旗艦的修旅 它在車格上面 已經算是最大 所以它的一個軸距方面 比如它軸距其實已經到了 2米6 2米6 這樣2600mm 其實已經接近了 目前主流的中型SUV這種尺碼 因為2米6已經算是非常寬敞了 那假設你是家庭訴求的話 你平常的活動的範圍 真的只是都會 比如說上下班 然後可能假日的時候去郊區 然後偶爾走走而已 那我覺得在98萬的這個2W車型 其實已經可以符合 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因為它在動力方面 同樣都是兩個等級 同樣都是1.4升的 這個渦輪的清油電的這個科技 所以你想要享受現在 在這個級距下面 這個價格帶 享受到新世代的車型之外 我會享受到新世代的 清油電的動力 油耗表現也非常非常的棒 每公升可以來到19.4公里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而且是一級的那面油耗 是啊 這樣是接近20 那基本上已經是Hybrid了 對 已經快接近Hybrid 很接近Hybrid的那個 因為一般我們傳統認知的 波歐培的話 大概是介於21上下 所以它已經非常非常接近 Hybrid的這個存動油耗 然後阻備動安全呢 在這方面 在這兩個車型上面 也都是全部的標配 然後我覺得 對於消費者而言 就是因為S-Cross 畢竟它還是以那個都會的 一個休旅為主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在都會行駛的話 也確實是需要非常好的 這個駕駛輔助的配備 例如它全車系都標配 360度環境 剛剛這系統幫我們介紹 你只要按了那個按鈕之後 它會全車先幫你繞過一圈 其實這對於一般家庭族群 可能是夫妻倆 都要用車的情況之下 這對於太太而言 在開車上面 你壓力會減少很多 對 那假設說你真的有需要到 我可能每週一定會帶小朋友 去郊區露營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直上 這個114萬 這個Hybrid的車型 因為剛剛我們節目裡面 我們也有看到 就是它有一個跟2WD車型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有一個駕駛模式的 旋律可以切換 它有四種的駕駛模式 包含比如說Snow 那Snow的話就包含這個 我們雨天 濕滑路面 濕滑路面 你可以切到Snow的一個模式 那再來呢 還有Sport的模式是 它強化一個動能的 輕快的反應 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可能偶爾要稍微超車一下 你就可以用Sport模式 或者是常常去山上的 對不對 是就可以用Sport模式 就是一般的路況之下 它是會讓引擎的一個出力 處於一個比較 節能的狀態 省油的狀態 然後再來還有Luck模式 那就是真的需要用到 Offroad的這個場地 或非鋪裝路面的時候 你可以用Luck模式 你可以讓你這個前進 讓你繼續前進的話 會比較順暢 甚至可以脫困等等 所以在這兩個車型 我覺得因為它的配備 其實分野其實蠻 我覺得蠻清楚的 蠻鮮明的 就是全景天窗跟四輪驅動 這兩個選擇 如果你覺得你不需要 那你就選擇2WD的車型 如果你就 我也很需要四輪驅動 那全景天窗又是家庭族群 有時候小朋友坐進車內 就可以很開心的這種配備 你也想要的話 那就可以只上114萬這個車型 那其實在整個國產 國內品牌裡面 百萬休旅的這個CUV這個集聚 有四輪傳動的車型 其實還是有幾個可以選擇 比如說就像我們現在進棚的這一部 All-New S-Cross是114萬 然後Supro的XV 它也是102.8萬 那Mitsubishi的Eclipse Cross 它是116.8萬 都是目前百萬的CUV 有四輪傳動車型裡面的一時之選